周末一早民眾來到診所 現場人員讓他們填寫資料 第十四輪該打 莫粉終於等到莫德納第一劑 因為我本身可能有高血壓 所以我也比較害怕 所以我才會等到這個時候 才來打第一劑 覺得莫德納比較好 可能就品牌迷思 第十四輪在前一天中午預約截止 AZ103.1萬人預約 莫德納54.9萬人 BNT53.8萬人 超過211萬人完成預約 儘管跟第十三輪預約率差不多 但實際往前推 第十輪和第十一輪的預約率 確實下滑不少 醫師認為疫苗的副作用 可能是造成打氣低迷的主因 報了一些負面消息太多 有些人一直有隱隱 他還是走不掉 或是第一劑反應太強 第二劑他還是有隱隱 走不出來 國內自購第九批莫德納12號 深夜也抵達台灣 數量是122.6億萬劑 效期到明年5月8號 疫苗到貨量充足 但面對接種率下滑 年底二劑覆蓋率 可能平到六成嗎 引發外界質疑 最要再往前走 事實上是有一些困難 當者其實對於打疫苗的話 就是有一點 對所謂的疫苗猶疑 尤其打第二劑 想法還是又回到 有點像是三月那種氣氛 一事前一 如果想在年底 將二劑覆蓋率偏到六成 必須廣設接種站 設法降低民眾心中 對疫苗副作用的恐懼 才能夠達成目標 記者央七號王一仲 台北報導 Han 傾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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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